我们卫生署 卫生署的那个副署长也一起 好 请副署长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讨论问题跟卫生署有关系 我先请那个秘书长请教秘书长 那个我看新闻 虽然新闻没有报道 但是我有一个直觉 就是说这个杀害了他母亲的这位孝子 事实上我觉得他已经有忧郁症了 那这个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失智症的特别门诊 我们都要家属陪同去 通常是他最主要照顾者 但这个照顾者就算 通常忧郁症患者自己是没有自觉 就算他怀疑他有忧郁症 他要去看忧郁症 他带着这个老人去看忧郁症 我看这个也很困难吧 所以是不是就是说 我们的失智症副署长我现在请教你 我们的失智症的特别门诊 就是说我们的家属也可以挂号 那医生呢 这个也可以开药给这个家属 不会说健保局说 为什麽 这是失智症门诊 你来开忧郁症 让另外一个不是失智症患者 所以我不给付 会不会这样子 应该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所以我是觉得说把它变成一个制度 就是说我们鼓励 陪伴长期陪伴失智症患者的这个主要照顾者 他陪同去的时候 医生就要主动也帮他做检查 因为忧郁症他不自觉你知道吗 他觉得我心理上说服自己说 我教过我的母亲我哪里忧郁症 我这是天经地义嘛 但事实上他已经忧郁症了 这种状况之下 医生应该给他做一些量表 就是说应该给他这个 因为在我听说在英国 这个就是说你失智症的门诊 他那个医生在医院里面 就有一个照顾跟咨询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员 你在看失智症 或者你确诊是失智症的时候 那医生就会请那个照顾跟咨询的人员来协助你 那我是不是请秘书长你 把那个英国的这个制度再更详细一点的 让我们卫生署的官员了解好不好 好谢谢委员 那其实在英国呢 就是这个个案 这个老人家或者是年轻人都没关系 就确定失智症诊断之后 他其实后面是会有一个照顾咨询顾问 然后就配给他长期下来追踪 然后提供给他相关的一些服务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于这个减少家庭照顾者 未来的这个减击他的压力 或者是让他可以平顺的去提供照顾的工作 是非常有帮助 那在我们的体系里头 那如果能够在医院里头的失智症特别门诊 那在确定诊断之后 就有照顾服务的照顾咨询人员 提供给他长期性这样的一个服务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 那刚刚委员提到说 我们的家属在门诊里头也可以 这个就是医生可以 因为他的忧郁症或者是其他疾病 提供给他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门诊的服务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家属说 去到门诊的时候 医生跟他讲 这个老人家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要看医生 要看精神科的是你 就是家属本人 所以我们家属呢 忧郁症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非常常见 那我们非常希望说 如果能够在门诊的时候 不但长者可以看病 那家属同时可以看病 对家属来讲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来 那个副所长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在这个失智门诊里面 事实上是没有这个主动的 那个照顾咨询的人员 那这个应该是由健保来给付吧 就是如果我们要鼓励 这个失智症的特别门诊 也就是一个配套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的家人被确定是失智症的学生 他一定一时之间很慌乱 那如果说有一个 这个 一组人长期的辅导他 然后告诉他 哪里有什么社会资源 譬如说这个孝子 他把他母亲送到安养机构 去又带回来 他有没有申请喘息 好听说有 那够不够 有没有人去看他 这种东西 而且因为他辞职在家 他家人就会更放心 整个都等给你 那就是你老母 你来照顾 你又已经 这个事件处理 就是你专门在照顾 所以连他的家人 搞不好都没有发现 他已经都起变化 都得忧郁症了 所以我意思说 如果有一个 有专业的 那个 这个 一个团队 或者一人 单人也好 就是个人也好 就是说我 长期的访试 长期的访试 因为事实上 照顾失智症的人 跟失智症的 这个患者 绑在一起 事实上也会形同 一个被孤立的状态 甚至在家里 都有 会形成一个 孤岛的这个气氛 因为没有人有办法 因为他这个失智症的人 会有强烈的 依赖感 别人要去 跟你照顾 也没办法 我的助理说 他的祖母 得失智症 都是他妈妈 在照顾 那那个 女儿回来 要替代媳妇 老人家也都不要 所以就是 连家人 要替代他 做喘息 都很困难 都很困难 做这个 失智症 老人的喘息 的居服员 事实上 我是觉得 要有特别的训练 他的训练 不可以像 一般的居服员 当然也有 但是我相信 那个时数是不够的 所以他要去做 失智症老人的 这个喘息服务的时候 曾经有那个案例 就是发生意外 所以那个居服员 可能这个训练 时数不够 那个老人 就有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子 那所以我是觉得说 是不是我们应该来考虑 那个 应该是内政部吧 内政部今天是 那个次长 曾中明 曾次长 我们照顾 那个失智症的居服员 应该给他 更高的 这个 这个薪水 来 抱歉 特别是喘息服务 因为那个是 非常的 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折磨人了 来 是 委员大概所 吹询的是 有关居服员 他的那个 时薪的一个部分 没有 我就是说 照顾我们失智症 因为我刚刚 已经去私下 请教过他们 照顾失智症 跟照顾急重症 跟照顾身心障碍 那个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照顾 失智症的老人呢 的居服员 第一 他要受到的训练 应该要更多 就是我们的老委会 今天老委会 没有来 就老委会给他们的训练 应该有一个 特别加强的训练 特别是 你要去做喘息服务 失智症患者的喘息服务 那个训练又要更 更 那个强度应该 又更不同了 来 大概那个 老委会他做的是 是值钱训练的部分 对 那值钱训练 大概都是一般课程的部分 那接着后头啊 他会有在职训练的加强 那在职训练的加强 目前我们都有补助啊 来这些专业团体 来提供这些培训的课程 没有 我是说 补助培训 那你培训完之后他去家里 去做居服或是居船的时候 这些针对失智症的事实上是不是应该给他们更多一点的这个终点费 根本报告 目前来讲大概时薪都一样了 对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里 来我想请教一下秘书长 你觉得呢 我的看法怎么样 不好意思 的确啊 碰到失智症 我们居家服务员 有一些他其实是挑个案 他就不愿意 好 所以我们有曾经讨论过这件事情 如果能够再提供失智长者 特别是他的行为问题 非常的明显 很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居家服务 他的服务的时薪能够提高 那么相对来讲 愿意去的这居家服务员就会增加 谢谢 对 次长 我现在在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都一样的话 当然失智症的老人 也真假 我们将心比心 好来 次长 你的看法 当然 那个 可能那个 一个是 我们照顾的人 他的一个状况 可能都会不太一样 那目前来讲 就是说 我们是提供的时薪是一样 那委员所建议的 是不是要再考虑 那个时薪上的一个有差异性 那这个我们再研究 对不起 不要再考虑了 再考虑了 没有 我这边有一个这个 失智症协会根据这个 经建会的人口资料统计 那个我们国人平均寿命延长 8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增加 80岁以上 每五个人就会有一个人 罹患失智症 也就是我们在场的这么多人 我们这些人 如果说活到80岁 亲战五个人来 未来一个人用失智症 所以这个是大家的问题 是你我我们大家的问题 那现在失智症 八成是家人在照顾 以后少子化 连家人都照顾不了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讨论的 这个针对失智症的居服 或者是居船 你给他们高一点的薪水 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呢 事实上 真的是蛮幸福 我现在请那个我们 这个台湾居家服务策略联盟的理事长 秘书长 是秘书长吧 对对对 对不起 我刚刚的那个看法 你觉得怎么样 您刚刚说的是居家船息 居船跟居服员 针对失智症的这个照顾的 这些居服员 或者居船 给他们更多的这个终点费 对我们也是会这样希望 因为不只是针对于失智这部分 我们也甚至于希望是针对于 比较照顾失能 比较极重度的一个部分的话 我们都希望能够全面性的 做一个盘点的一个动作 因为我们在服务的一个过程当中 不论是我们今天在照顾比较失智的长者来讲 这几年才开始有在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所以刚刚有关那个预算的问题 大家都已经谈过了 对对对对 是是是 好来谢谢 那我想要拜托我们那个 智长跟那个副署长 就说事实上我去年也参加过 我们那个老人福利联盟 所推动的有关这个居服 这个欠费的问题 动用第二预备金 那是很难看 第二预备金照理讲 应该是国家紧急的 这个非预期的 这种重大的灾难 才应该动用 但是这个东西都是可以预期的 但每一年每一年 可以暗生的这个金费 然后都不肯编组 然后今年也是一样 所以市长 那现在怎么办 跟副署长两位 跟委员报告 我们在编的时候都有编组 但是因为是受限预算额度的部分 那今年那个第二预备金的部分 应该是这个礼拜 他就会核定 所以也就是说 明年你们在编预算的时候 我们就要全部上街头 然后来跟我们的行政院长 跟总统讲说 这个钱是不能删的 不然就是要 还要用第二预备金 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一次在省预算的时候 我们在 已经有做了主决议了 好谢谢 好那那个副署长 刚刚我讲的那个 在我们的实质证特别门诊里面 要放进那个照护 跟那个咨询的人员 是不是现在赶快进行 我们会规定 一定规模以上的医院 一定要开受这个 实质证特别门诊 而且门诊完了以后 要提供 知询跟资源转接的工作 然后健保要给付 好